李宗盛議員 各位同心各位同志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我要來介紹今天的我們的工師 張振興律師 他要做過 他要做過中華民國的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還有代理檢察長 指令非常豐富 待會上學 你就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 他今天要上學學 你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刑事法 在食物上的虛實 這個對我們大家 因為刑事法 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一樣 所以這個副座 對我們大家都非常的要緊 我們現在用時間來交給我們的張律師 謝謝 謝謝 這堆的我們台語叫做健康堆 什麼問題都放在裡面 健康堆 對 因為我今天沒有準備 一些書面的資料 所以 對 這有北方 好 沒關係 謝謝 謝謝 我叫做中進兵 工廠章 正座的正 復興的星 台語這個中進兵 大家稍微有印象嗎 跟一個被告在性的 丹進兵 我這個 開始說這幾句話 有它的原因 OK 穿插獎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國語演講比賽得獎過 我在檢察官的生涯裡面 大概有 不到二十年 十八年 有辦了幾個重大的案件 讓大家了解一下 各位 各位 有沒有知道 大家認識 大家不認識 有一個叫做楊霜武 楊霜武 楊霜武 楊霜武的一個被害人 很有名的被害人 已經死了 他叫什麼人 高靈鋒 當年在做秀的時候 高靈鋒 對 高靈鋒 剛才 後來就跑去日本 楊霜武跑去日本 走到日本之後 還有台師一個人 高靈鋒有事 在日本台師一個人 然後後來輾轉去大陸 大陸 帶著大陸 沒有 去泰國 要去國際警察發現 因為他被通緝 被我們台灣這邊通緝 就 那天剛才我值班 我印象中是連續的一個中秋節 知道嗎 以前都常常連續這三天 就處理這一件 被判死刑 我起訴之後被判死刑 他多好運 都我放到 減刑條例 減刑條例 好運在哪裡 不是說死刑一定要該無期徒刑 不是 那年的減刑條例 我規定說 帶一個人的死刑 可以減刑 帶兩個就不行 所以我帶一個 日本帶一個 他都要跟我減刑無期徒刑 後來假釋出來 現在就是 我看保祖台在高雄 現在好像也是 大概他從來不做二哥 都是做大哥 現在還在高雄 我之前是 有比較文化性的 就是 有一個我們的國畫家 叫做黃軍斃 有沒有聽過 畫馬的黃軍斃 黃軍斃 黃軍斃已經死掉了 過去了 他的女兒 就保有他很多的 這個 等於是國寶 就認識這個華僑 姓李 我要記得姓李 叫畫 江一畫的話 就大概簡單四個字 騙財騙事 後來他的女兒 發現這樣的以後 就到地點署投訴 那這個長官了解 哇這不得了 這個是一個國寶級的案件 所以指定我去辦 我覺得也是一個假日 連續三天假 在刑事警察局 這個國際科 電話聯絡來聯絡去 那就是把這個人 從香港 帶回台灣 後來判一個 長夜詐欺罪 不過現在可能滾出來了 但是他的黃軍斃 女兒因為這樣子 就脫險 免得被這個人一直一直 一直糾纏 最近還有跟我聯絡 現在他女兒 回來 現在他女兒也 繼承戶業 變成一個畫家 大概第三個大案子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陳軍行案 白曉營案 我是三年寶人 三重人 三年寶跟我什麼關係 台語的日 名字要降陰 這降陰也有道理 你知道 有他的原因 三年寶有住三年寶嗎 沒人住三年寶 沒人住三年寶我問一個事情 最後一位 三年寶有什麼 寶寶丸 不知道啊 大家寶寶好就對了 都不知道什麼叫寶寶丸 許榮柱啊 祝愛啊 以前在中心路上 這房子都聽到已經變捷運站了 那間寶寶 在中心路那間寶寶 那個寶寶 寶寶中藥店 就是陳振興的阿嬤的同居人 因為沒有結婚嘛 我不能說他先生啊 枯葉一間中 brew問了 在民國四十年間 民國四十年間 那個中醫店啊 中醫中中中藥店 非常有名 那個醫生叫他撬出去我先 如果你老三重發載我 可能很多人知道了 反正就是說老醫生四十幾年的時候就過世了 多人過世掉 過世了阿嬤他同居人也沒有這種重要的這種謀生能力 然後他整個口就刷掉 刷去那時候白小燕案件發生的地點 陳義昕住的地方就是人化街 人化粿 然後到那邊以後就生了陳義昕 陳義昕生了爸爸 爸爸跑掉了 建築公園家蓋住就跑了 哇他媽媽又跟別人又生了三個小孩 三個都是男生 這裡很高生的 這媽媽很高生的女兒 他是阿嬤 因為第一個孫 陳義昕 第一個孫生了以後 其他的小孩在認為是後一生的 會哭到我們這個金孫 大概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對他很溺愛 他對陳義昕的這個愛護有加到什麼程度呢 我剛才說他一樣陰 出生的時候 沒出生 他跟佛哲沒說 阿嬤這個孫要讓他進那裡 他要加強硬 佛哲跟他問他怎麼哭 我怎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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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進步的進 他才沒加強硬 不過說真的 我跟他有一點 言言是沒有錯 我是西門國校畢業 萬華西門國校 審來嘛 我們一般說審來 萬華國校畢業 那個不是 西門國校畢業 阿嬤 阿嬤 他如果把副好副去審來 讓他去讀西門 布我的後塵就對了 看他比較乖 比較會討厭 如果要討厭 其實這樣不一定會討厭 所以他們阿嬤 叫他小學下課的時候 不可以直接回家 剛才三年沒那個 中原教剛開 沒有人叫他叫他 中原教叫做新教 要坐那個文山客運 跟西門那邊討厭 才回去他們家先告 說不能下車 要來跟我們家那邊下車做功課 所以錢英信的日金水是我教的 他未滿18歲 結婚搶劫 被判無期徒刑 以前的很多假 現在都沒有 以前有青年節假 有教室節放假 反正很多假 還有光復節 行線紀念日 不是啦 所有的假 學校學生要做什麼事 做必報 放假前要做必報 對不對 我們都會做給他 陳寧欣在那個家家裡面就是做必報 日金水 穿得外套 其實我也沒解的 那還真厲害 所以陳寧欣的事情 白小燕事情發生了 在我們板橋地前 前有車子 這個事情 你是不是想我了解 我說這個人 我就知道 大家這樣做什麼事情 我來我去辦 辦一班人 沒辦法辦 說不能 還辦下去 人家覺得很奇怪 你跟他那麼熟 會不會怎麼樣 我說沒辦法辦 所以陳寧欣的案件 我差不多辦一家家座以外就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就是發生很多事情嘛 你是不是去什麼冠英山 沒辦法去找陳寧欣 說他們阿公是偷公了 說他們哪個阿公偷公了 他們阿公的中醫師怎麼會偷公了 反正很多假的訊息啦 把人戳戳給之後 包括同案的共犯 林村森 還有一個什麼人 什麼名 高雷明 千後死掉 千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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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啦 那個 從陳寧欣後來到武關關底嘛 到武關關底嘛 那天我去兩天 禮拜六 我在家裡在修理那個銀水器 銀水機 但是 前面人家好說 昨天你快起來了 跟他去路 你沒看電視 我說 喔 電視我沒看 我在修理那個 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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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著車要給你載 就是 去山上 那我就負責 因為侯友愚也點名我嘛 因為侯友愚也去帶孩子帶 那我就 那個那個 去山上 開始刑事訴訟法第一次修正 用電話做筆錄就是這間 陳年新要求說要看他們太太張樹貞 要看他們兩個兒子 要不外 談判就是這樣 我們不能全盤照收 但是你要把他賺一盤可以給他一個理由 後來我們同意 張樹貞可以進去 小孩不可以進去 但是可以讓你用電話講 大家不要為難 互相留一步 他又說好 那孩子電話跟他講 爸爸你在哪裡 你要快喔 不可以快喔 你快我出去打你喔 要聽媽媽的話 現場監聽 聽他笑到我自己派 我叫孩子不能派 後來經過禮拜六 禮拜天一整天 到禮拜一的清晨結束這個案件 所以後來被判死刑了 我大概有重要的案件 大概是這樣 還有啦 還有機會再講 今天我們三年來碰到的就是刑事案件 我們就刑事案件 在我們訴訟法的規定 訴訟法的規定 訴訟法規定 除了總論以外 就是對偵查 檢察官偵查犯罪開始規定 開始規定 開始規定 但是總論裡面刑事訴訟法 給大家一個觀念 我看很多好像都是保學之事 不過我還是用common case來看 我還是基本的東西讓各位多知道一下 這個訴訟法的意思是 訴訟法的意思是 程序的問題 行法本身叫做實體法 行法是實體法 實體法是在規定說 什麼行為犯罪 如果犯罪要判什麼行 變成說271條 最近大概最夯的271條 誰碰得對 正傑 正傑罪 正傑罪殺人罪死刑法 就是271條 刑法的271條 它規定很簡單 殺人者 除死刑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不是唯一死刑喔 大家觀念說 台人是要死 沒有 還有十年以上 可以只判到十年 殺人未遂當然是可以再減一半 但是我們說這個是叫做計稅犯 完成犯罪 殺人者 台人的人要判死人 無疑到死人 這叫做實體法 所以這個人的行為 就要構成這個要件 說他有殺的動作 有殺的動作 殺要動作 可以消極話 可以消極話 要積極行為 就是說要有這個動作 我說我自己看著他 看著他一拚一死 我殺人罪 說完 可很難想像 他喝一杯毒水 有毒的水 看那個毒誰下的 如果我下的當然是 我就是殺人 不知道誰下的 還是說他要煮燒 我就看他喝 好死啊 該死啊 炎王要你三斤死 不得理你到五斤 跟我無關 那杯水 那杯水不是我下毒的 就沒有關係 我這樣國台語可以吧 有沒有那位女士 可以吧 還是有點聽不懂 還是有點聽不懂 我盡量 我盡量 盡量那個國語多於台語 好了 不會啦 因為 我多可以啦 只是你叫我一定要講日文 英文德文 我是不行啦 我剛一直講說這個實體法 就是實體 實體 規定 什麼樣的行為是犯罪的 那什麼罪要判什麼刑 什麼罪要判什麼刑 這叫做實體法 那我們有一句法律上的用語 叫做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 這個罪 犯罪 跟他的刑度 要法定 法律來規定 法律沒有規定的不犯罪 法律沒有規定刑也不能亂判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殺人一定要判十年以上 一定要判十年以上 你不能判十年以下 所以他的刑是法律規定的 還有其他的罪 比如說詐欺罪五年以下 欠占罪五年以下 還有一些特別法的罪 像證券教育法 有規定到七年以上的罪 那就是法律規定 他有一定的數額 他有很多的犯罪 這個叫罪行法定 那犯了這個罪 怎麼樣讓他定罪 這是刑事訴訟法的問題 這個叫做程序法 刑事訴訟法 一般實體法跟刑事訴訟法 在法院的作業 法院的運作 是交互的 不能只拼一項 你沒有實體 你沒有實體 就沒有程序 這個人如果沒有犯罪 就不會去審判他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子 但是反過來看 程序如果不正義 就不能夠判他 程序如果不正義 就不能判這個人刑 什麼叫做刑事不正義 我們以前大概知道 如果這個人承認犯罪 是被刑囚 有沒有被刑囚的案件 各位想到最遠名的什麼案件 第一件 台灣歷史上第一件 搶槍過來持槍 搶銀行的案件 李思科 大家 我看有的很年輕也知道李思科 李思科的案件害死一個誰 王銀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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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銀仙也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李思科也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李思科也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不曉得什麼樣的一個資訊 我們說這個線索 一直讓實驗室警察 把這個王銀仙當作對象 以前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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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不承認 怎麼樣 重刑嘛 所以 有一句 古代這個 這個辦案的一個術語叫做什麼 驅打成招 驅打成招講得很簡潔 我講得文雅一點 山木之下何患不招 山木之下何患不招 不怕你不招 就是刑求罪 這個大概就是傳統 那不是優良的傳統 就是傳統 所以後來刑警 我在四年當檢察官 還有過一個笑話就是什麼 有一個少年患 他媽媽來找我們檢察官 我竟然說我實在招棄的 那是怎麼你們小孩都不對 黃衣桑應該 對 小孩不對 要加 要打 但是這炒金炒辣 又不是現金 是怎麼知道打 炒金炒辣不是現金 是怎麼知道打我的小孩 我像我怎麼聽不懂 炒金炒辣不是現金 對啊 是怎麼能打我的小孩 不是 是現金可以打的嗎 沒有換現金來打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傳統來的觀念 現金就是你這樣現的嘛 有這樣的一個觀念一直存在 以前現金沒問題 這樣不行 世代變了 世代變了很多都要改 現金所上法 在 這應該是對民國 如果算民國就是九十二年 算我們學完 就是那個 離空空三年開始 全面翻修 我們以前知道說 行屬所上法 要行 要什麼 法官是很獨 很獨裁的喔 以前的行屬法官 自己查政府 自己問政人 自己認定 犯罪事實對 還不對 範圍多大 自己看行 第一次 第一次 一個法官 第二次 三個法官 第三次 五個法官 第一次一個法官 一人在獄 一人在獄 一個人在獄 十人在圖 十個人在路途中 怎麼樣 張羅幫忙 想盡辦法 遭總 就是這樣 這樣對嗎 應該是不對 真的以前法官非常大 檢察官也很大 我對我們檢察官說 我最近檢察官有直接對被告收押的權利 有直接對被告去搜索的權利 有直接對被告監聽的權利 檢察官的權利這麼大 有當事人被害的人告訴人 來告一個案件 檢察官不起訴 還好可以在意到高檢署 你對不起訴儲吻你認為有意見 怎麼可以這樣輕易的放縱掉 我真的是被害人啊 所以我再寫理由去在意 類似上訴這種情形 然後到高檢署去了 檢察官不會弄錯了啦 沒有犯罪就沒有犯罪 不掉就確定 檢察官權利多大 後來修正了怎麼樣 我們出現了一個法律名詞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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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妳不用最多啦 沒關係這次沒有可能很大日子 我想說的齁 叫這個法官保留原則啊 就是所有關於人民在訴訟上的權利義務 都要保留給法官最後決定 這樣對不對 檢察官 我跟你講檢察官有類似 因為有一些法律名詞 檢察一體 什麼意思 受上級的指示 法官現在不在 台南外人討厭他 議長什麼 但是檢察就是一體 檢察就是一體 所以會感覺上說 人民的權利好像奇怪 檢察官怎麼這麼大 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個受上法一修正以後 就是逐步的修正 第一個把檢察官的擠壓權拔掉 要向要羈押一個被告要向法院申請羈押 羈押知道齁 不是 羈押比較厚喔 以前我們一個跟海上法的老師 第一天上課的自我介紹 一些事 毒氏 說我問是 毒氏 毒氏 就是毒氏 毒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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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做筆記就抄到 東武大學國際貿易系 現在這台很幸福 講台語講國語講得很標準 以前我們阿阿聽下去 真的國際貿易系 最高法院的院長 以前一個叫做錢國城 我都叫錢國城 江蘇人 他講最民法 民法 最重要的就是牙齒 牙齒裡面媽媽的牙齒很重要 一支一支講你聽我嗎 媽媽的牙齒裡面 我的牙齒最重要 天才 什麼 小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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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段再講 結果翻譯原文是什麼 說民法裡面牙齒 瑕疵很重要 牙齒很重要 牙齒裡面媽媽的牙齒很重要 買賣賣的瑕疵很重要 買賣的瑕疵很重要 你敢說媽媽的牙齒 怎麼還有一個我的牙齒 媽媽的牙齒 我的牙齒最重要 物的瑕疵最重要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瑕疵嘛 要買賣嗎 他說媽媽 有的瑕疵啦 這樣吧 所以大家炒閉氣炒到後 欺負王和雄要做大法官 說不是KK 怎麼在說牙齒啊 王和雄的教護長 把我們去的班長 打個頭 我重演跟妳講一遍 那筆記上頭 重新歡愉 以前很多這種 不知道要說 這也不是笑話 人家也很認真在教 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 一個歷史的過程 以前 那個演講 我們這台比較知道 以前一個 中國的 搞的 古正康 做事演講 台灣的中外民國前途 還有這個國際 舉世啊 一剩一看 之後 中美關係很好 在你講說宣布斷交 當然那時候經國先生他有發表幾個聲明 說怎麼樣跟美國維持的關係是怎麼樣 古正常基士告訴我因為他知道這一段資訊 那人說到這時候現在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沒什麼問題 簡單講就是屁股對屁股 人民對人民 他說屁股對屁股 政府對政府 他說 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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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都過去了 這台都過去了 他們回去報告了 他們回去報告了 大家會痛比較有 互相痛比較有 我們說我們痛有的 抱歉 抱歉 少年法規定 無罪推定原則 這原則很重要 無罪推定 你要先把一個人當作無罪來看 大家想說 政決你可不可以當作無罪 陳欣欣你可不可以當作無罪 我們要另外一個角度想 也就是說 這些被告雖然 刑事上的資料 表面上的資料 大家看得到的資料 認為他應該是要判死刑 還是要給他一個什麼機會 答辯的機會 答辯的機會 請律師的機會 不講話 保持靜默的機會 於是同仁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雖然他是最大二級的死刑犯 是不是一定要判死刑 是不是要一判死刑 這也是另外一個議題 對不對 如果有一個部長三下台 王青鋒 王青鋒是跟我建議所同一期畢業 我們那期只有兩個人畢業 兩個都是第一名 一個從左邊算 一個從右邊算 我們才向第一名 死刑 這個制度到底對不對 也是我們訴訟王一直在討論 正成死刑的幾首 大概正成死刑有兩個原因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判死刑 後來大家都有判刑 沒判刑自己想 會這樣子延伸下去 第二個會質疑那個 非死刑論的人說 你們什麼人要判死刑嗎 對喔 非死刑的一個基本理論 大家注意注意看 非死刑論的一個基本理論是說 這人台詩人 你說不行 你還用政府的手指台詩 不是矛盾 這樣要聽我 他們的理論是這樣 如果從宗教的理論是說 這個人是相對的 製造出來 你又不是上帝 你怎麼可以把他帶回去 英國 英國是活性的共犯 也有可能啦 反正 大家都是自由的社會 有什麼理論大家去討論 形成共識之後才會形成制度 對不對 形成共識以後才會形成制度 法律也是一樣 為什麼在修改法律 也是慢慢形成 慢慢形成 所以我們法律啊 以前古代的法學家 法學家最有名的什麼人 韓輝子 韓輝子 學韓 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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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題目 一個叫做深論題 一個叫做公文您做 什麼公文啊 我們一年就出一個選子約啊 下一個好了 我說這個公約書 但是跟我們過去都有關係 法雖不善 法雖然是雖 雖不善 由玉與無法 這個由就是 由他 由他周會的由 我們一般歡迎有一個全字部 玉就是韓玉的玉 韓玉那個古代宋朝的韓玉與無法 代宋這句話什麼意思 發成白話代宋什麼意思 發到雖然不太好 但是平無法更好 對不對 無法平無法更好 意思是這樣 鴻玉燈 在那邊啪啪啪啪 但是要怎麼走 平無法更好 我車都太濃 我們走鴻玉燈都 在十字路口上常常會覺得 哇 那個秒燈 那個小綠人走太快 都用跑的 那有種比沒有好 法雖不善 由於無法 那寫作文 當年我是考過的人 不簡單 我看題目我嚇一跳 韓威子沒有講過這個話 我第二個看 那韓威子不是這樣講的 哇 那韓威子怎麼說 我講這個沒有臭改 沒有跟你臭改 第二天報紙就出來了 可以去找這個報紙 韓威子真的沒有 韓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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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韓威子不是這樣講 那韓威子怎麼講 差一隻而已 法治不善 由於無法 那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這句話什麼意思 法的不善 不如沒有法 所以二法非法 那哪一句呢 二法一法 喔 聽什麼的 題目錯了 那下筆怎麼辦 我們先糾正題目 尋指約如何如何 第二天聯合報 第二天聯合報就出來了 聯合報現在是 大概沒有以前那麼 那個下標語下的那麼好 聯合報以前我們看得很厲害 各位的年紀應該有認識一個女運動家 女的運動員叫做姚莉莉 有沒有聽過 姚莉莉 每次都突破世界紀錄 後來去體檢說 她是陰陽人 後來她自己去動手術 變成女的 聯合報的標題怎麼寫 聯合報標題就在寫說 姚莉莉 昨天動手術 去了芭蕉 紅的櫻桃 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就聽不懂 聽不懂就聽不懂 看不懂就看不懂 我換個書 聽不懂去拿手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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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變性 其實也不叫變性 就是把她 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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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為什麼講這一段 就是要印證這一段 我們事晚安考試 國文第二天 年老報就下 大家作為了一個標題 群子越知 考官越衰 考山越玩樂 不能寫 所以我們年國民通過的人 一來講是國民的精英分子都有人通過 我們那些國民通過的不多 不可以寫 還沒什麼 出一個公文 要跟法律有關 出一個公文說四奴列 這個奴一般很少人寫 我們法律裡面很常常在使用 這個奴叫做這個奴 金奴 奴列 一個月字旁 還有一個廬山真面目的廬 四奴列 歷屆優良司法官 歷代 每一代的優良司法官之司機 為現代司法官之座右銘 大家第一次想到什麼 包公 第二 民共還想到什麼 孔子路不時宜 第三 還想到什麼 啊有啦 很久了你出啦 以前怎麼有司法官 有沒有讀過三民主義的 我們都從三民主義那邊得到一些知識 以前是行政司法合一嘛 對不對 憲官就是司法官嘛 他就是行政官嘛 歷代司法官 還奴列其司機 還作為現代司法官的座右銘 啊 不夠疲 不過阿拉克斯也通過啦 所以 這種 當然這是一代一代 他希望說 欸 學法的人 能夠 依照這個 古聖先賢啊 這樣的軌跡一直下來 那時代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的 時代不一樣 所以法律會變 法因時轉則至 法律因為時間的轉換 要跟著轉 才會治理的好 就是這樣子 我再回頭講 無罪推定 有幾個大的項目 所以剛才我們說 政絕的部分 目前還是要推定他無罪 所以讓他來答辯 還有強制辯護 一定要請教書 給他 這沒人要作業教書 但是法律上就是這樣規定 我就是要怎麼樣 對 有一個義務辯護律師給他 有一個 那法院裡面有一種辯護人 法院一個辯護人叫公社辯護人 對 公家所設置的公社 要聽清楚 我們要變成公社 公社辯護人 法院派給你 你沒有律師 這一些重大刑案 必須要有律師在場 公社辯護人 不能說有夠衰的 你拿他辯護 不能這樣 當年陳金鑫指定誰 他其實他是指定謝長廷為他的小舊子 叫做張 張什麼 的辯護人 他意思是這樣子 後來也有幫他辯護 他的小舊子第一審判無罪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段 第一審判無罪 第一審判無罪的理由在哪裡 也很有意思 這個審判長 現在在台北當審判長 第一審有一段判決書講的 沒有證據來證明他有自白 自白 承認 因為啟示書有引用調查局一段話 說 他這個小字 張什麼 張智 張智什麼 張智慧 張智慧 哇 太厲害 不是在那裡假若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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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齁 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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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齁齁 參加這個殺白曉院的這個過程 中文筆錄 簽名 這樣有信嗎 各位信不信啊 信不信護身 信者信 不信者不信不信不信 信者也不能舉證啊 不信者也不能說他假的啊 不管他啦 法院可不可以這樣不管他 法院要檢察官舉證 你這一段在哪裡 辦案不是要錄音錄影嗎 這麼重大的情節啊 檢察官很簡單 這調查什麼事情 調查局把當初這一段偵訊的錄影帶送過來 沒有 沒有這一段 因為這樣判過罪 後來呢 高院有改判無期獨行 來來回回折騰了好幾年喔 後來還把他交保釋放 結果他在外面又殺了人 有沒有 才回來判死刑 剛才有時候英國難講 到底怎麼回事 還是回來說 這個自白 在我們訴訟法上就規定 你要判一個人有罪 不能夠以自白為唯一的證據 這樣了解嗎 我來自白就給他判罪的話 我來想要死我來這麼簡單的 對不對 我什麼人留幫由我台的啦 那不是啦 等等不能這樣 所以一定要再查別的證據來 來印證來證明這樣子 同樣情形 有三個人犯罪 兩個人就好了 兩個人共犯 其中一個說 沒有錯這事情我們做的 倫是誰 所以講他旁邊那個 你是怎麼這樣說 代價這個倫是什麼意思 阿咱咧 不一樣意思喔 倫跟倫不一樣 大家國際都一樣 倫做的是在向對方講說 我們兩個人 單做的是在跟對方講 就是包括我們對話中的人 對不對 對阿這個精準上是這樣講法 所以他跟檢察官講 共犯之一跟檢察官講說 阿這個我們做的 跟檢察官講說 我們做的 所以人家說 你是你 我們是我們 我哪有跟你一樣 好 這問題來了 這個共犯說 這是我們做的 對他有沒有笑 沒有笑 沒有笑怎麼辦 他說他 我說他 他要碰一碗就好 他以為這樣 外觀人這樣 大家都來做就好 他就要哭氣 對嗎 這個時候就是說 共犯的自白 套上剛剛講的被告的自白一樣 還要調查其他的證據 來證明其自白是不是真實 這樣有沒有了解 一定要這樣做 不然台北海市人最快 政捷 現在聽到說 有啦 我要被告的時 我有跟那個 超商講 會說沒關係 台北市再來換 我超商就抓去 絕對不能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共犯自白 一定要再查證 我們就說 我們的講法就是 還要再找補強的證據 補強的證據 補強的證據 我們繼續說 所以這個自白 在以前 實在害死很多人 包括害被告自己 自白那麼清楚了 有沒有這種案子 有很大一件案子 戲子的那個兩個夫妻的命案 後來一直被判死刑 三個四個被告一個軍法來先槍斃掉了 還有三個人一直判死刑 後來才再審會堂上訴 對全部變無罪 全部釋放掉 這是早年的自白 所以一直判有罪有罪 聽說這個案子要改判之後 改判無罪釋放之後 我們這個記者有去問 原來有判過的幾個死刑的法官 你們有什麼看法 法官說我們堅信我們判有罪是對的 他在講法對不對 也對啦也對 不能說不對 你不堅信你當初怎麼給人家判呢 對 所以他的立場他當然要這樣講 各位想到說 這樣你們要判有罪 你們要判無罪 你們要判無罪 你們要判有罪 來來去去來來去去來來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種案件明明無絕期 要判到時候 對不對 一個人在關裡面 一個人在關裡面 一個關 要再關上了 開後再回來 不要瞭瞭 他瞭瞭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法出現 叫做訴審法 判罪案件的 Aware 判審判法 這個人不可以去跳去八年 攝影機 應該破壞了 玻璃 Wi-Fi 這個甲皮膏整個三個月 還可以演一遍 六個月整個半年 整個半年還辦不出來 我們檢察官 我們台語說他好怎麼樣 好去怎麼樣 好去跳淡水河 好去卡頭 好去怎麼樣 不能夠給人家弄那麼久 後來訴訟法訴訟法就改了 檢察官可以押人的時候 第一期押兩個月 再延押兩個月 自己決定喔 後來改了 要向法院申請一樣 第一期押兩個月 再延續押兩個月 四個月 法院呢 法院還押多久 阿料 這個押了以後 時間到了 要起訴被告 檢察官可不可以放人 也可以啦 不放怎麼辦 你們 就把人案 一起起訴給法院 起訴到法院那邊去啦 法院的法官開庭 喔 你久仰大名啦 報紙才能看到你的名字 報紙在地下 說 法院如果要放他 交保什麼都可以 如果還要押他 裁定羈押 第一期三個月 法官這個厲害喔 第一期三個月 所以前面已經關多久了 前面已經關 沒有啦 四個月啦 對不對 現在關三個月 還能不能再關 可以 再兩次 兩個月 兩個月 這新規定 哇 這比國 整個出來說 喔 喔 太陽花學運喔 我以前不知道 這幾年來 不知道 收押禁見 要在外面 不知道 收押禁見是不能 對話通信 只有律師可以見面 律師見面出來 也不能對話亂講 要不然結果怎樣 被檢察官警告 解除委任 最近有沒有這個例子 喔 你們中檔的 趙仁雄的律師對不對 出來幫趙仁雄 發表三點聲明 檢察官收押被告發表聲明 搞什麼東西 檢察官就通知那個編委 你自己看著辦 訴訟法有這個規定 我們當時可以 如果啦 我們不是說你們 你們的親家朋友 萬一 嫁出名嫁拼 萬一有人做被告的時候 當時可以開始請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請律師 一個被告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請律師 只要他收到任何的刑事單位 司法單位有關於刑事案件的通知 或是傳票 隨時可以選任律師 隨時喔 這樣話都進步跟安裝 你知道嗎 請就說 請就請你 怎麼怕你的 律師請過來啦 大律師 你旁邊坐 我們現在坐筆錄 以前啦 坐筆錄 他怎麼坐我 我坐旁邊看 沒有沒有 你這是在場而已啦 看看我的被告有沒有被刑囚 所以你遠遠看 那有電視看到 我們再問喔 就像傻人的 一個拼自己的 以前是這樣 現在不是的啦 現在不是 現在就可以看筆錄 還可以簽名 不對還可以改 事實的還可以講一下話 有進步了喔 有進步了 所以隨時可以請律師 不但這樣子 有的律師去啦 你問什麼 不知道人家在裡面啊 你問他 聽不懂 不知道什麼 案情不知道 不曉得案情 你一個律師去現場做什麼 法律的規定怎麼樣呢 真的是進步了 法律規定第一次 可以交談一個小時 你今天是怎麼看你 不曉得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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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現場都錄音 就是可以這樣子交談一個小時 有沒有人權進步 還不錯啦 問題是很多人不知道 可以交談一個小時 我說很多人 不但是只有律師不知道 很多司法警察也不知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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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改成這樣 民國百多年了 你還在說 以前的事情 我們台語有幾句話很注意 台語 台語 我交叉一下台語的話 你們聽說上過台灣歷史 那個清朝把政客選趕走是西元幾年 1662 從最早河南人進台灣 是1624年的8月 所以接下來河南被政權趕走 應該是1661年的12月 12月 所以你們說 翻年 12月 再第三個 政權就是清朝 1668 剛剛是1661 1661 1668 我現在講哪一段 清朝 在台灣清朝 有一段歷史 旋風三年 漳州跟泉州卸戰 卸鬥 有嗎 有人知道這段 有啦 這真的 担周跟我們 中秋卸鬥 那是鬧得很厲害 但後來被平息掉 漳州跟泉州人 後來也都和好了 後來分價都有了 我們阿公那時候常常說一句話 這個台語這一段也很有意思 就因為旋風三年的事情 我們要跟他們說 你建議說以前的 你說一個比較新的 這句台語叫什麼 你含風三講到 含風三講到 含風三講到 所以我來講 人權 是一直有進步 沒有錯 但很多人權 多種人權不是只有被告人權 那進步以後 其實法律要執行 法律沒有執行沒有用 所以我剛剛講 有人不知道說可以接見一個小時 還有人不知道 法律規定 剛剛一直講正傑的歷史 因為大家比較可以有印象 像正傑這種案子 萬一將來判死刑呢 他可不可以不要上訴 他可不可以不要上訴 可以喔 他可以不要上訴 是不是就定驗 沒有喔 沒有上訴 還要繼續吃飯 法律上有個規定 這種已經很明顯說 政傑這個不死要怎麼 對不對 法律規定 法律規定強制上訴 領先上訴 你趕快去高等法律 假設 高等法律規定 你為什麼不上訴 反正我就是一心求死 18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買不到刀再說 嚇死 像這種情形 高等法院如果他還是認罪 一樣照判 制度的流程還是要做 請檢察官來立庭 論告 你多承認 判 你強制上訴還是維持原判 要不要上訴最高法院 還是要 這兩年就有一個案子 毒品犯的被告 被判無期徒刑 到高院 他跟法官請求 大人 大人 不要再在你幫我判 我都成立 你是要再叫我講什麼 不要想說我趕快去關 比較有成績 去關有成績 因為他無期徒刑 可以假釋 所以是算那個 我們叫做累進處遇的成績 那是監所管理的一個規定 所以他不要上訴了 法官 三高院三個法官看他 這麼誠懇 這麼有悔改之心 難得 好啦 找去找回啦 就那結案 去關 這不得了 這三個法官 審判長去做院長 受命法官 受命法官 升庭長 被發現有這個案子 通通處分計過 院長不能坐回來 高院 這樣子咧 當庭長也不能當 不但是法官 還牽涉到哪裡 執行檢察官 去關 是執行檢察官的事情 你怎麼沒有看見 看清楚說 這個是強制上訴的案件 還不能結案執行 那聽懂的意思啊 哇你十九怪 這是保護被告 人權保護的部分 所以兩個執行檢察官 哪兩個 高檢一個 地檢一個 通通處分 通通處分 那法律規定他這樣子 那人一百下 他自己要去啊 不是我們叫他去啊 法律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看 政結這個案子 將來也有一些必須要走的程序 我們叫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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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追 追啊 追女朋友那個追 但追 追什麼 追魂涉魄 有 專門在執行死刑 有一個死刑犯 殺了七個人 那個很厲害 那個很厲害喔 那個在被審判的過程中 還在 還在看搜搜裡面 發明專利 拿到專利款款的多厲害 在那裡贏就贏嘛 我抬就抬了 那七個人被殺 判決確定 要槍斃執行 這個被告啊 受刑人啊 他得多好 執行的時候 就 沉追檢察官問他 照規定啦 我跟你講啊 你還有最後什麼話 你就講 我們給你繼承筆錄 能夠做了我們就做 有沒有什麼疑言 報告檢察官 我良心發現 其實還有三個人我沒有講 我現在跟你講你們去查 有的話還是要繼續判我的罪 這樣講有沒有錯 拖延時間 陳檢察官 不是省油的燈 真的喔 記名筆錄 臭毛衣 還有三個人 這樣好啦 我們反正案件都要結 你這七個人不問啊 我們先執行 還有三個呢 我們繼續查 如果有問題 你再託夢 那他後來就槍斃掉了 這屬實的 有的被告 奇怪 怎麼講呢 人之相死 不是說奇言野善啦 這個還在 還在 你說這太香太香 看到有人說 這人求生 人有時候是求生 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 自白共犯 接下來講 一個人不能被關超過八年 所以就必須放他出來而已 所以一般現在實務上 因為有這樣一個妥適審辦法 所以都在希望八年內能夠結案 八年 喔 要走長的齁 去關小孩剛出生 上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好 案子才結掉 八年 中國也抗脹生意啦 案子才結掉 那這種情形 也沒有辦法 因為 以前就是一直被詬病 說 案件一直拖拖拉拉的 那來來回回 更審 大家聽過更審嗎 所謂的更審就是說 高院判完以後 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認為 高院的判決有錯 就發回更審 我們叫做更一啦 然後高院再判 再不服再上訴到最高 最高又發回來 叫做更二 我所上的當律師的案子 有過到更十 更十是什麼案子呢 是一個八十九年的苗栗的選議員買票的案子 這個被告又當了兩任的議員 案子還沒有結掉 看多厲害啊 就是這樣 所以因應這個最高法院 這樣子一直發回更審 也不是辦法 後來最高法院的院長 自己用內規決定 希望發回更審的案件 發回到高院再更審案件 比例上不要超過十分之一 表示什麼 十件最好只有一件去更審 其他要定驗 讓法律的這種關係啊 能夠早日確定 我請問各位選角 這樣對不對 法律怎麼可以用量表呢 對不對 用數量去決定 你十分之一 你十分之一 還不夠好運 那十件放的 電風來切 放的 不行 那一件沒重量 沒有重量 那一件切不定 那一件完弄的 來扳 不對吧 十件怎麼去平量 最高法院的庭 有十個庭 每個庭的那一件 跟別人那一件也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規定其實是侵害人群 但是呢 我們有些 奇怪 我是覺得 媒體也好啦 或是說法學的人也好啊 好像對這件事情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地方法院的法官還有媒體啊 都在反撲說最高法院秘密婚案 這個對人權有影響 所以後來最好就不要秘密婚案啊 你要去查案件啊 就可以查到 這什麼意思呢 我跟在這裡也是在程序上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我們今天如果傳到一個 如果有一個人當被告 他能不能去調券 在法院那邊 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是一定可以調券的 去把券印出來看 刑事案件呢 原則上要委託律師去閱 現在當事人也可以去閱 不過當事人只閱自己有關的部分 其他他不讓你閱 所以要完整的券是要請律師去閱券 請律師去閱券 所以才能知道 我們怎麼樣去攻擊防禦這個部分 所以你要閱券要申請單 要知道哪一個暗號要知道 不是來深淵的齁 知道哪一個暗號知道哪一個古別 古別 這哪一個古別的啦 那樹立官因為現在電腦好去找 找出來讓你閱 地院可以閱 高院可以閱 檢察機關能不能閱 檢察機關能不能閱 因為偵查不公開 所以不能閱券 起訴以後就可以閱 連檢察官的券都可以閱到 所以地院可以閱 高院可以閱 最高法院能不能閱 也可以閱 只是你不知道哪一股 那個叫秘密婚案 所以你只要把高院的暗號 給最高法院去收文 他就會叫你去閱券 可是閱的時候封面會遮掉 讓你不曉得哪個法官辦的 這叫秘密婚案 秘密婚案在原來的規定上的意思 是說因為最高法院是 終審法院 終審 最後一審叫做終審 終結的法院 花圍根審是例外 不好意思謝謝謝謝 所以這個 為了避免人情干擾 再向盤的最高 這關最沒關 這關要脫著去吃幾個 大家都知道 吃到百里下 所以怕有人去關說施壓 所以秘密無難 那地方法院法官說 這樣子有害人權 而且你害什麼人權 我乍聽之下聽不懂 聽不懂 我曾經跟一個記者講 我說你那邊要用功一點 不要人云以云 人家說什麼你就聽什麼 就寫什麼 我就考那個記者 我說你所謂最高法院秘密婚案 我請問最高法院以外 有沒有秘密婚案的 我哪有 不是都可以閱見嗎 說你們真的是頭殼壞掉 都沒有去深入了解 我剛剛有提過 如果有人去告一個案件 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婚 不起訴處婚 然後再遇到高等法院的檢察署 我們一般簡稱叫高檢署 高檢署 到高檢署的時候 我想補個理由 來查查看高檢署誰在辦 不讓你查 因為他秘密婚案啊 這是一種秘密婚案 如果 我們再講下去 如果一個像趙騰雄的收押 積押進監案 我要抗告 抗告到高院去啦 哪個法官在辦我要保留不能查 抗告案不能查案號啦 就是秘密婚案嘛 那不能叫什麼呢 再審案件 一樣是秘密婚案 查哪個人在辦我這個再審的 不能查 就是不能查 這才是秘密婚案嘛 我們要提起非常上訴 申請檢查總長非常上訴 申請狀出去了 我要查哪個檢署官辦的 對不起秘密婚案不能查 就不知道這秘密婚案 那我請問 抗告案有什麼好秘密婚案的 再審案有什麼好秘密婚案的 最高檢署檢署在辦有什麼好秘密婚案的 不知道什麼獨立咧 人家最高檢署是終審 為什麼不能秘密婚案 就強迫人家要婚案 要婚案以後 強迫要公開婚案 公開就公開嘛 對不對 你謀高於此我道高於丈 沒有啊 買了嗎 我是張律師 我不是張法師 你 不要這樣猜 我們不用猜 我們看著辦 對了啦 你現在 啊 啊 做人家最高了要再高 你說那個 政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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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官員也不會死了 我們大家看啦 現在好像不動了吧 好奇怪 我看電視跑馬燈啦 有跑什麼 四個政府官員 怎麼樣怎麼樣 我看內容仔細看 也沒有看到哪四個內容 沒有啊 沒有什麼 高官辦不下去 我們等著瞧啦 因為第一 第一期的兩個月還沒有過 兩個月還沒有過 怎麼會痛 啊 啊 頭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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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先暫時把它當作無罪推定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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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會投書啦 會怎麼樣 那我剛剛在講這一段也是這樣子 這法律制度啊 該改的沒有改 啊 不該改的有時候就改的莫名其妙 那最高法院的法官 有的贊成 這個要秘密婚案的 這個這個在開會的時候站起來 攝影機射到 媒體居然把這個法官名字 這好像也有點過分 不需要這樣子 那好我們再趕快講回來 這個人權的保障 其實我們在講 剛剛講那個法官保留原則 主要就是說最後由法官這邊來決定 有法官這邊 所以積壓權 接下來有搜索權 搜索權也要法官準 也要法官準 以前就是只有檢察官準 所以那時候在剛剛提到 剛剛那個陳進行案件的時候 哇 那個搜索票啊 警方的搜索票 因為那時候警政署署長 我忘記什麼名字 要每一個婚局啊 每一個禮拜至少報一個線索 說陳進行在哪裡 那這頭有派到嗎 線索可以規定一個禮拜至少一個嗎 有派到沒有派到沒有 沒有派到沒有 沒有派到沒有 我來作吃 是因為派到 那有派到 派到 派到是什麼意思 派到 派到 我們台語齁 說台語齁 有時候稍微聽聽看 你看 我以後很趣 我那天 一個學生在問我 我在民船大學教 教行事事項法 什麼叫做篩炭 我說你這個篩炭兩個字很有意思 你從哪裡聽來的 篩炭什麼意思 馬桶我就不用問你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他不可以說 對 是怎麼說這個人真是篩炭 來 我就給他一個證結 他剛剛這位 這位賢敗講的沒有錯 以前的沒有廁所的 廁所有的話就在外面 樹下 弄一個人說 毛坑現在都好啦 所以呢 家裡要有一個篩炭不得了 所以雙方有時候在吵架 小孩子在爭執吵架 我們哪有篩炭有 你這個人怎麼這麼篩炭 把這個名詞當作形容詞 這樣對不對 有這個意思啦 有這個意思啦 這個台語 包括我們說原住民語也好 是客家語也好 有時候在法律法院的運作上 會發生一個摯愛困難 尤其現在年輕的法官 不太懂台語 我自己就碰過一個案子 我們當律師坐在後面聽 聽到一百喊叫我去你講 他因為這個法官不會講台語 所以必須經過通義去翻 翻譯給當事人聽給正人聽 這個通義也不太會講 我們碰到一個炸賭 炸賭 然後把一個人掳人的數據 後來這個被掳的人 就打電話跟他媽媽求救 說趕快開支票來贖人 大概過程是這樣 後來破案啊 就傳被告正人來問啊 正人就是他的媽媽 就是被害人的媽媽嘛 八十幾歲啦 他會講國語嗎不會 他都講台語 法官就經過通義問他嘛 你曉不曉得你兒子炸賭啊 法官問說你們好先生炸賭你知道嗎 你們好先生炸賭 怎麼是炸賭呢 炸賭怎麼講 對喔 煎賭 拔壞賭都可以 對嗎 還說什麼炸賭 你們好先生炸賭 哇你如果好煩 你都說通義大家都會怎麼做 他就這樣說 我們好先生就不吃粉 哪有苦你吃豆 這是一個問題 後來他問了 這個魯仁德署案你有什麼看法 你說什麼 魯仁德署 台語怎麼說 沒法又直接說國語 這個魯仁德署案你有什麼意見 魯仁德署的台語怎麼說 蛤 阿郎 有這個署呢 真簡單兩次而已 這滷肉眼鏡啦 滷肉眼鏡不是滷肉咖啦 滷人的滷肉嘛 肉票 肉票啊 我們台語我是不懂用滷肉 但是我知道有滷肉 這個案子台語的這個笑話很多 後來問他 阿你兒子打電話給你你後來怎樣 阿你兒子打電話給你 阿你兒子打電話給你 阿有啊我拿出來一張票去不倒啦 那手行就沒辦法有了 阿有 阿通肉聽一下 阿有啊 阿有你在說什麼 阿有破壞 手行不倒 年輕人不懂阿 年輕人真的不懂阿 支票退票嘛 不對信嘛 法官那最後一個問題問他 跟你兒子那個女的到底跟他什麼關係 法官問那個男人跟你兒子什麼關係 哪有什麼關係 那是黑記 火記啦 黑記是火記喔 我們現在叫做什麼 小三嘛 黑記是小三也不是火記 那怎麼辦呢 現在又有那麼多外配也有泰國話 所以有時候要用心 我現在辦案要用心 你今天傳一個八十幾歲 你知道他是八十幾歲 傳什麼人怎麼會不知道 老三 對啦 對啦 黑記對了 這不是小三啦不是老三 小三跟老三 還沒空 喔 我都不懂得到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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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腳丟 空腳丟啦 不是空腳丟 空腳丟 人養馬歡 人養馬歡 還有一個 法官保留原則的一個規定 剛剛講的積壓權 收手權 還有監聽票監聽權 也是法官要準 以前不用 滿天都是監聽 以前有人會問 自認凶事沒有問過我 以前有些比較大人物都問我 聽說 電話有回音就是被監聽對不對 不對都不對 隨時都會被監聽 你要把你的電話當作有被監聽 這樣就好了 我們都說千萬不要講七元絕距 什麼叫七元絕距 一三五七九 二四六八十 這都不要夠 你講那些幹什麼 你真的很敏感的事情 阿通啊 阿你不是說要來 這樣就好了 阿來到 阿頂家那裡就好了 頂家沒中 要帶去的賣包 你如果要帶去 就帶去 要賣包 那就賣包來 阿都沒有答案 就是這樣 看過全民公敵那個電影沒有 全民公敵的電影 一個外國電影叫全民公敵 那個是 真的是經典之作 經典之作 所以這個人造衛星那個通訊網路 通通監聽得到 所以各位 不用煩惱 沒做什麼事情 驚訝 是沒錯 但是呢 有些不需要的講的話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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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是假裝很行 電話裡面通通通 阿 阿 趙田雄那個 我知道啦 一定有的啦 那個時候就是我看到 看到誰 監聽就注意聽喔 你看到誰 沒有那個是找你來問一下 你也倒楣 對啦 對啦 那還好啦 那個就是他去辦了啦 我是說監聽那個電話不要 不敢辦 說到五四三 哇 你都不知道咧 所以我們常常講那個名嘴 電視上的名嘴 哇 說得好像他好像 好像明朝十三年啊 他都在睡過一樣 知道 這個不要 我們一般人 大家好好過生活 不要 講那些五四三 尤其電話 閒談中講 現在閒談中講 如果你附近 你也不曉得誰被跟奸 剛好那個公共場所 有一個被跟奸的 對不對 外面在收音 你講的話剛好收進去 那怎麼辦 沒有錯 到時候找你去問 你當時不是在場嗎 放錄音給你聽 有沒有講這句話 你怎麼知道 現在監聽要法官準 什麼叫做監聽要法官準 我們有個通訊監察法 其實規定的很簡單 只要說某一個特定的罪 才能夠監聽 我問一個最簡單的 通監罪能不能監聽 不可以 不可以 你怎麼抓到 你們怎麼知道 那個私行為很輕微的罪 沒有在監聽的 監聽都是重大的罪 不管是牽涉到生命權財產權 身體自由權 都是金融案件 都是很重大的罪才有監聽 不但是這樣 還有更重要的要件 法官都沒有在執行 監聽 一定要偵查的手段 有困難 才要監聽 對 不得已才監聽 所以呢 我們看所有的案件 都是先監聽 對不對 就早來要辦 我們就這樣 所以都鬥兵斑 所以我們常常在覺得 我們常常一邊有的律師在談 沒有人本人在監聽 好像沒有人本人 問你 你不承認 就不承認 你不承認 人家都說是你 我不是就不是他們要說我 為什麼人家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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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 問我 為什麼人家說我還要問我 這奇怪 我怎麼他的 人家說什麼 我不是他的什麼 八道來問堂 我怎麼知道 所以這種情形 我說 我們常常說 那不然我們去 去什麼 你不承認 我們去 撤謊 聽過沒有 請問撤謊準不準 撤謊如果準 就不用人了 都假期了 那個都是不會辦案 再去撤謊 我只能講就這樣 那人家說撤謊 看那個機器心跳 會說謊的就不會跳 你怎麼解讀嘛 好 我說監聽也是法官要準 最後一種 法官要準的 就是保留給法官的權利的 我剛剛也提到 偵查案件不起事處分 以後不是在意嗎 在意到 高檢署 又不准駁回處分 怎麼辦 現在法律規定一段出來了 258條的 之一 交戶審判 就是你可以把這案子 交給法官去查 去審判 交戶審判法律有稍微規定一下說 不能夠由當事人直接 申請交戶審判 一定要透過律師 委託律師為代理人 去交戶審判 我們剛剛講嘛 檢察官的券不能閱 所以你收到的是不許出處分書 高檢署不准 要給你一個高檢署駁回的處分書 兩張處分書 你請檢察官 請律師 你拜託給他申請交戶審判 你拜託給他申請交戶審判 你幫他申請交戶審判 審判都你不對 要給你一審 所以法律規定出來了 這個時候的代理人 可以申請 越券越偵查券 把偵查券拿出來看 當初檢察官對你被告訴人 講被告不利的部分 多不行 那就有問題 交什麼到法院去 法院就就這個卷宗 你森林人所講的理由去核對看看 講的有理由 法院可以直接准交戶審判 這案子就變成提起公訴 就提起公訴 所以由法院來決定 厲害吧 這都是保護我們當事人訴訟權益的一個部分 剛才我沒中聽應該聽到 輕一聲 這聲什麼意思 可以休息了 恭喜各位 沒有再聽到我口沫橫徽 謝謝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的張律師 張教授 我們再度一致的掌聲 謝謝我們張律師 謝謝 要不要扶你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再度的熱烈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